何一宅报庇案 桃园副县长赵腾雄生压 桃园县府主办的 巴德何一住宅标案 经报官商勾结 连政署昨天约谈 桃园副县长叶世文 吉远雄董事长赵腾雄等17人 其中赵腾雄及叶世文 训后都遭生压禁检 据调查何一住宅1月公开招标时 远雄未抢标 透过北科大前教授蔡仁慧 早上担任招标主持人及评委的叶世文 由远雄出钱行贿 叶世文协助护航得标 果然开标时 由远雄以12亿9500万得标 前晚远雄将费款 透过蔡仁慧转交叶世文 连政署见机不可失 卓城发动搜索 在叶世文台北住处 桃园办公室 共收出1800万现金 叶世文一开始 看到钱费收出来 还神色自若 是零用金 看到办案人员 收出越来越多现钞 脸色逐渐铁青 不发一语 蔡仁慧昨晚训后也遭生压 全案朝贪污治罪条例侦办 东新闻综合报导 本集完 本集完 感谢观看